你好嗎 俄羅斯 我昨天學習了一件事 似乎我們都很糟糕了 你有聽到嗎 為父親川普選總統造勢 埃瑞克 川普一上台 就自嘲自己和川粉們 被拜登稱為垃圾 凝聚支持者的向心力 叫美國人和川普支持者的糟糕 那是很低的 那是很糟糕 埃瑞克一上台 川粉們全場起立 表達對川普一家的支持 埃瑞克 炮轟拜登賀錦麗 對美國人自己指開空投支票 把錢都用在援助國外戰爭 和非法移民 雙方選戰打得火熱 雙方陣營都積極催票 要支持者們能夠提早投票 就趕快先出來 選情極度緊繃的喬治亞州 被視為關鍵搖擺州之一 提早投票人數大破紀錄 十月一號是喬治亞州的 提早投票的最後一天 在投票所的外面 我們可以看到常常的人龍 都想要趕在這最後一天之前 把票給投完 而根據喬治亞州官方的統計 現在提早投票的人數已經超過三百萬人 投票所外 在年輕的手投足投完票 興奮地拍照留念 支持誰當總統 餘帶保留 但鼓勵所有自一世代 得好好使用自己的權利 喬治亞州從傳統紅州變成搖擺紫州 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外來移民增加 讓政治光譜有了轉變 而這個來自印度的移民家庭 媽媽剛剛取得美國公民身分 對自己心仪的候選人大方表態 為什麼要趕在川普 她想川普贏 真的嗎 這是她的第一次選 她就變成民主 我選了正選選 我認為美國需要那些地方 讓經濟的地方 讓利益保留 利益保留 這些東西 需要適合 一家人都支持川普 看起來賀錦麗的印度協同 在這個印度家庭中 並沒有發揮影響作用 選民看得終究還是政策牛肉 畢竟票投下去 日子好不好過才最實際